这个呢 我们紧接着上一节课没有讲完的内容进行再次讲解啊 有上一个我们讲到那个 识别的时候他要跳出循环啊不对他就要到循环尾啊至于同学们不知道他为什么到处循环尾啊啊这里的话这个大概讲解一下这个深入一下的我们这个匹配这个原理这个匹配是非常重要的啊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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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是几行代码 就是这里呢 它是一个 语音 破解iom m3 啊 那么的话 大家请看啊 请这个这个没有对齐有点难受啊 没有点难受 不过不慌不慌 然后首先让我们看一下 啊 首先的话我们根据这下 这下内容以及这下内容 这下内容 还有这下内容 这下内容匹配到了我们这个指令 就通过我们这个动态 通过代码动态识别匹配到这个指令 是不是 就检测之后 你配就说你当前这个循环已经到了这个位置啊 到这个位置 但是的话 你这行已经匹配完成了 你要退退循环啊 推训话 那么那么的话 推训话的话 它就跳动到下行指令 是不是 当然他为什么跳出循环呢 大家请看一个问题 请看一个问题 就是说 请我画两个这个东西啊 你说你呢 第一次循环完成之后 刀跳到这里来 那么假设他第一行指令 是这个啊 等一下错了 那么他才假设他地上二行指令 是这个 那么地上指令他是他是另外一个居住器啊 还是这样子的 那么这里里的他可能做一个混淆 是不是 啊 如果说啊 你要希望 匹配第一个的话 那么他就 你你就不要不匹配第二个啊 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就说你呢 就说匹配这一个皮板 如果说你不要不跳出循环的话 那么他紧接的 假设你第二行指令啊 就说假设你这一行啊 哎 我 我在再找一个吧 就是他就他吧 就是他吧 假设你这一行别完成之后 那么的话 你是不是紧跟那个比较下一行是不是 假设你这一行 如果说你没有跳出循环的话 那么只 那么且他这个看斗里面指令 它是压入了一个 一个指令 是不是 那么的话这个宿主呢 是不是变成一了 那么如果你不跳出你就如果说你不到循环尾的话 那么这个东西呢 就变成一了 如果等于的话 他是不是拿着上面一行指令 再去做一个比较啊 是不是再去做比较啊 假设你 你希望识别的第二行指令 他也是这种类型的 知道吧 他也是这种类型的 那么的话 如果说你不到循环尾的话 那么他他就直接拿着行指令 去跟我们这行指令进行识别 是不是 的 那么的话 如果说你这行指令 如果被被误当成的第二第二第二行 还按着那个指令代码的话 那么这个 eds 和这个ecs 它就错误的 知道吧 说说到你呢 在下面汉头识别个度过当中呢 这可能会发生错误 识别的识别上的问题 是不是 就是我们看我们的后边代码进行识解啊 就是说你当前这个循环到了这里的时候 只是你这个第一行代码已经识别成功了 那么的话 你希望识别下面这一行代码 你要你就要应该跳出循环 你不要拿了当前这行代码往下进行跑 你这代码是不是 是吧 你要拿这样 你要拿下航代码 因为你第一行临时别成功 所以你要拿下航代码 进行往下面进行匹配 那么的话 结果呢 才是准确的 知道吧 又相当 相当于就是就像相当于我就我跟你说那种方案 如果你希望 你要识别下面这种方案 但是这这两条指定跟上面条定 它是 相当的 它是有定类似 那是又不完全类似 原因就是我们的它有个进行器 它是它是错的 是不是 等那种意思 那么的话 如果说 如果说你呢 假设你前面一条谁别成功了 你如果说不出意外的话 那么的话 第二条指令 它也是别成功了 是不是 那么的话 它呢 那那如果说你又拿着哈一行指令 往下进行比对 往下进行比对 不然很有可能 你往下在这要匹配的指令 也可能是 以他属于他的一种格式 知道吧 属于他的一种格式 没问题吧 那么的话 那么的话 如果属于他的那一种格式的话 你再把它加到我们这个大数字里面 肯定就是出问题的 如果出问题的话 那么那个地址啊 地址啊 进入器 可能就不对 如果不对的话 就会导致下面的一些代码 就是识别出错 是不是 所以说你是别玩这行代码的话 你要尽快 把这行代码给跳出循环啊 要不是跳出喜欢是倒循环尾啊 套循环尾的话 那尽快到达这行指令 那么的话 然后就是到了这行指令的话 再根据这行指令的一小特色定识别的话 就没有问题了 知道吧 啊 我看一下 这里呢 我应该要加入我们这个 倒循环尾 都加一遍 都加一遍啊 都这样 这个这个我没我忘记加了 不是 我没注意到这个问题 是我忘记加了 然后第四行他就不用加了 第四行如果你不加的话 节省效率 不是啊 你不加的话 那如果第四行你加的话 可能会出问题 知道吧 第四行不加的话 也可能会出问题 为什么出问题呢 就假设说就假设你就假设你正好 正好最后一行 cmps 1210平等于我们这个2745214 是不是 就是正好就识别到了下一行 正好识别到了下一行 呃 然后的话 且你这个特征的假设啊 假设你的特征跟这个东西完美完全匹配 完全区别 如果皮完整的话 是不是就你压着这个站 把不得把这个把这个加到的 我们这个数大数字免去是不是 这看到这个指令那个数字免去 那么如果说你到循环尾的话 你们他会直接跳到这里来 那你钱呢 你当前之心呢 这个识别的个竞争就是最最后一个 说让他不会再次进入到我们这个循环体 知道吧 他会直接跳学循环 最终我反为这个foss 那么如果发布这个foss的话 你这个成你这个汉斗他识别他他也是有问题 知道吧 说说我你们你们这里呢 当他识别最后一个的话 为了考虑这种情况的话 说你们就建议你们这里就不要瞎 瞎人们到循环尾 否则他可能就出错 知道吧 所以你把它去掉 如果你这个把它去掉的话 如果正正好是最后行的话 那么这个这个大小呢 肯定是满足我们下行蛋白 知道吧 如果满足下行蛋白的话 就 就直接发为一个出回 知道吧 就这样一来 既节省效率 又节省这个bug 知道吧 那么在这里呢 就说这两种啊 呃 两种一下特殊情况 跟同学们说一下啊 嗯 这种呢 是一种识别上的一种问题 你要说也是一种识别上的一种算法的优化 是吧 你们这里都加上一个大循环尾呢 他呢 既能节省我们这个效率 又能防止我们的bug的重现 知道吧 所以说有一下呃 识别汉斗识别不准的话 它也是很多都是这种原因搞导致的 就是没有没有想齐全啊 就你没有想到你识别的最最最最后一行代码 正是你你你汉斗这个指令识别最好 这这行代码说是吧 如果说你符合这行代码的话 那么他这个又到到循环尾了 到全会的话 且这个这个循环就是最后一次了 是不是 那么的话 他就不会进入到下一次循环体 是不是 如果不会他进入到下还是喜欢体的话 不会进入到下一次循环体的话 那么这个条件就不会成立啊 这个条件就不成立不成立的话 那么的话他就直接返回这个foss 知道吧 那么这个是一家 嗯 为了母还原皮片汉斗的一个模糊匹配 动态模糊匹配一下细节啊 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还这一刻呢就